艾米是一家医院重症病房的夜班护士 她责任心强,性格温和,心地善良 照顾病人,专业又有耐心 这天,她帮昏迷中的病人翻身时 心脏出现了严重的不适感 她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正在恶化 原来,艾米患有心机症 但她还需要工作四个月才有医疗保险 另外,她是一位单亲妈妈 独自抚养着两个女儿,经济拮据 因此,她只能隐瞒病情 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而心同事查理的到来,改变了她的生活 艾米带着第一天来上班的查理 熟悉新的工作环境 以及自动取药柜的操作流程 当晚,查理分配到的病人中 有一位77岁高龄的老太太 老太太因为对抗生素有不良反应 被送到了急诊科 经过治疗,已经明显好转 查理工作经验丰富,为人和善 会主动帮艾米分担工作 让艾米轻松不少 一天晚上,艾米在护理病人时 又引发了心脏不失 她强忍疼痛,躲到一旁调整状态 查理看到后,没有多问 只是默默陪在她身边 病痛有所缓解后 艾米向查理说出了自己的病情 如果医院知道了,肯定会开除她 所以恳请查理帮她保守秘密 查理答应,一定会帮助艾米度过难关 并贴心地把自己的外套 披在了艾米身上 经过此事后,她人成为了好朋友 查理的出现,像是一束柔和的阳光 让艾米困苦的生活里多了明亮和温暖 这天,他们来到医院接班时 听说老太太去世了 家属正在赶来的路上 艾米非常诧异 因为老太太明明恢复得很好 她和查理走进病房看到 老太太因抢救而解开的衣服 没人整理 就那样衣衫不整 毫无尊愿地被丢在病床上 查理见状说出自己童年的经历 在她很小的时候 母亲因病去世 荒谬的是 医院居然把母亲的遗体弄丢了几个小时 找到时 她看到母亲几乎全裸着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她一想到母亲就是那个画面 查理语气平静 然后轻柔地帮老太太清洁身体 她要给死者保留最后的尊严 可当艾米离开病房后 查理却行为诡异地 久久凝视着死者 整整七周后 警方接到报案 派出两名警探调查老太太的死亡 事实上 医院本来并没有打算让警方介入 虽然老太太的死亡原因 医院无法解释 但家属并不知情 也没有提起诉讼 所以 医院只想做个内部调查 不过 卫生署知道此事后 要求医院必须联系警方 然而 院方拖延的太久才上报 老太太的遗体 也被家属火化 警方无法厌尸取证 但院方遮遮掩掩的态度 让警探可去到 背后定颖蹊 于是决定从重症监护室的 所有员工入手调查 期间他们查到 八年前 查理在宾州因非法入侵被捕 后来指控撤销 但他的档案上被注着 递高新三个字 与此同时 医院开会告诉员工 重症监护室出现了 一例病人死亡的情况 警方已介入调查 院方要求 员工在与警方交谈时 必须有医院领导在场 否则就是泄露患者的隐私 会被开除 警探深知 有医院领导在场 员工根本不敢说实话 他们在询问艾米时 恰巧医院领导有事 临时走开了一下 警探便抓住机会 把医院提供的化验单 以及用药清单 拿给艾米看 艾米一眼就发现 老太太的血糖有问题 据他所知 老太太并没有糖尿病 而且药单上也没有胰岛素 如果真是胰岛素 导致了老太太的死亡 那么就是双重用药差错的 医疗事故 就在这时 医院领导走了进来 警探急忙转移话题 提出了对于查理的怀疑 艾米表示 病患是白斑去世的 而查理和他都上夜斑 另外 查理是位很优秀的护士 不可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当天晚上 又有一位病患出现了急救情况 艾米做完高强度的心脏扶苏工作后 只觉得胸闷喘不上气 还伴随着眩晕的症状 他拖着虚弱的身躯 来到药品间休息 查理发现后 从药品会取下一片药 让他服下 艾米担心 查理会因此低调工作 查理却毫无困扰 因为他发现自动取药柜有过漏洞 在输入所需药品和数量后 等几秒点击取消 药品柜依然会打开 艾米虽然不赞同查理的偷药行为 却非常感激查理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这边 警探调查发现 查理曾在多家医院做过护士 而当他们联系这些医院时 所有医院都对查理的信息 畏莫如深 就在这时 重症病房又发生了紧急情况 之前一位年轻的母亲 因为车祸被送到了急诊科 索性并没有生命危险 还能够和家人有说有笑 谁料 第二天夜里 艾米去查房时却发现 病人已经神志不清 瞳孔患散 她意识到情况严重 急忙联系了病人家属 同时查看化验单发现 病人体内出现了 不该出现的胰岛素 很快 病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这边 警探知道 通过医院根本无法调查出真相 便私下找到艾米帮忙 他们从艾米口中得知 医院又发生了一起重症病人死亡事件 于是又提出了对于查理的怀疑 艾米十分信任查理 并且认为 如果查理真有问题 医院不会放任不管的 而看到所有医院对于查理的反应 警探猜测 医院为了经济利益 以及掩盖自己的责任 对查理的罪恶 选择了沉默 警探提醒艾米 也许查理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无辜 警探的话 那艾米对查理的信任产生了动摇 查理曾经工作过的一家医院里 一位护士是艾米的朋友 艾米便向朋友打听查理的事情 朋友说起一个有关查理的传闻 医院曾经在死者的生理盐水袋里 发现了胰岛素 经过调查发现 盐水袋还在储藏室的时候 就被人注射进了胰岛素 而自从查理到医院上班后 每一晚都有紧急抢救事件发生 等他离职后 紧急抢救的情况 一个月才出现一次 艾米想到 自从查理到来后 医院的紧急状况 确实多了起来 他急忙跑回医院的储藏室 检查盐水袋 果然发现 有些盐水袋被人动过手脚 情绪崩溃之下 艾米昏倒在地 当他醒来时 看到查理还和以前一样 温柔地安慰着他 可此时面对查理 艾米却只想逃离 紧接着 艾米把查理的作案手法告诉了警探 由于胰岛素和低高性 都是透明液体 注入盐水袋后 不会被察觉 就这样 查理把治病的良药 变成了杀人的毒药 随后 艾米说服死者的丈夫 同意开关验尸 尸检结果证实 死者体内有 胰岛素和低高性的混合物 与此同时 艾米在工作时 悄悄留意着查理的一举一动 凡是查理给病人换过的盐水袋 他都会悄悄进行调换 并且把查理的取药清单 全部打印了出来 记录显示 查理曾多次取消了 胰岛素和低高性的领取 但艾米知道 查理利用了药品贵的漏洞 可对警方来说 仅凭这些取消记录 无法证明查理有罪 而知道查理就是凶手的 到医院管理层 正如警探所猜测的那样 医院为了自身利益 选择掩盖真相 然后随便找个借口 解雇了查理 正是因为医院的沉默 查理才能不断地找到新工作 不断地杀人 警方为了拿到查理的犯罪证据 让艾米约查理出来 实施诱功 可两人一见面 艾米就得知 查理已经找到新工作 这就意味着 查理又要杀人了 轻急之下 艾米直接了当地 问出了自己的怀疑 查理露出了 绝望和悲伤的眼神 沉默片刻后 他试图转移话题 当艾米再次追问时 查理没有回答 匆匆告别离去 警方随即对 即将离开这次城市的查理 实施了拘留 但他们只有48小时的时间 而面对审理 查理只是不停地 重复着一句话 警方手里没有证据 毫无办法 便把情况告诉了艾米 如果在第二天早上之前 还不能让查理认罪的话 只能放人 艾米考虑再三 决定去见见查理 虽然查理是个 罪恶深重的连环杀手 但艾米能感受到 查理对他的关心 是真真切切的 他也真心把查理当成了朋友 见面后 他要求警探 给查理打开了手铐 当初 在他最痛苦绝望的时候 是查理给了他温暖 现在 换他为查理披上的外套 向来孤独的查理 被艾米争气的话语 出中了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一番推心制服的交谈后 查理终于认罪 艾米想知道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查理却回答说 他们没有停止我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查尔斯卡伦为了避免死刑 只承认谋杀了29个人 而实际上的受害者数量 可能有400人之多 但他从未解释过他的动机 令人深思的是 查尔斯卡伦从事护士16年 他工作过的大多数医院 都对他有过怀疑 却没有一家医院阻止过他 感谢观看